孟非是江苏卫视的著名主持人 看过相亲类众以《非诚勿扰》的网友都对她不会陌生 而她私底下还是个十足的炫女狂魔 只要孟非晒女儿照片就会榨出一堆CP粉来催婚 催得正是孟非的女儿孟辛亚和郭德纲的儿子郭麒麟 这波 5月17日 孟非晒她和女儿的合影催婚大军又来了 有人at郭德纲问她什么时候提亲啊 孟辛亚手握奶茶面带微笑 她的五官能很明显地看出不是那种塑料感网红脸 也没有刻意效仿网红的妆容 虽然没有明星网红那么精致亮眼 但美得很自然 气心脱俗 孟辛亚是个1997年出生的姑娘 才24岁还很年轻 小名叫苹果 与汪峰的大女儿撞小名了 不过汪峰的女儿一般被叫成小苹果 孟辛亚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念完高中后 转身就飞去了美国留学 孟辛亚第一次在大众面前曝光 还是在《非诚勿扰》节目组为孟非准备的惊喜上 那时18岁的孟辛亚 青涩的面对镜头向爸爸告白 那时他即将飞往美国 所以舍不得家里的父母 借这个机会向爸爸告别 让他们别牵挂自己 这么懂事乖巧的女儿怎么能不招人疼呢 等到孟辛亚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她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时尚靓丽的女孩 化清淡却精致的妆 身材苗条 从上到下散发着女神气质 这个宝藏女孩啊 每次出现在孟非的照片中总能美出新高度 之前还有网友说 孟辛亚身上的气质和奶茶妹妹张泽天很像 都属于清纯内卦的 可能是孟非主持婚恋节目多年 所以对女儿婚姻这块看得很开 孟非之前有在社交平台上发过动态 表示快乐的单身比不快乐的恋爱好 字里行间总透露着她对女儿的婚姻一点都不操心 说到郭麒麟和孟辛亚这一对的定亲梗是怎么来的呢 那就多亏两家的老父亲 孟非和郭德纲曾一起上过一档综艺 两人聊起小孩的年纪 郭德纲得知郭麒麟就比孟辛亚大一岁 顺嘴就对着孟非喊亲家 郭麒麟与孟辛亚年纪相仿 外貌也被讽刺说配一脸 很多人就这么磕到了 郭麒麟粉丝看孟辛亚越长越水灵急在心里 斗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 按理说两家的父亲是好友 一个被父亲从小呵护到大的长上名出 有颜值有学历 另一个是德纲是未来接班人 有教养人品好 两人如果真能走到一起 确实是一件门当户对的好事 但目前来看两个当事人 似乎就不想凑这份热闹 早前有人猜测孟辛亚在爸爸的帮助下 会进娱乐圈 不过如今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他没有因为自己爸爸是著名主持人 自己长得也漂亮就做起明星梦 而是选择完成学业 过普通人的生活 他现在的生活惬意又平静 祝福这家人以后的日子能越来越好吧 关注老姨父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那些事